再來來關心浩荒的新聞 來看中華技術國中防救隊 參加這跟無所記辦的五百季金表賽 以及這次以後八強賽 在人們的時候是要跟這特征農工來唱正四強的主角賽 經紀告人表示說 他們的比賽相後的差距並不大 但是在到處方面 中華技術國中是比較比較優勢 希望這些選手可以發揮他們正常的追蹤 來贏到比賽 中華技術國中拉拉隊隊員 替自己學校的棒球隊來加油打氣 因為學校的棒球隊 參加教育部基本的五百季比賽當中 已經是進一八強 而且在今天晚上要跟討論 農工來唱出四強的主角 教練覺得今天的比賽是順利一半一半的比賽 不過中華技術國中的手指比較比較優勢 這次的優勢主要在於我們投手暫停的隊員們 隊內有張敏龍跟陳鋒偉這兩支不錯的投手 所以一路打上來都有 都能有效的防止對手的攻擊能力 所以都可以順利的取勝利 因為接下來我們面路到八強 遇到的選手跟對手 他們的實力也是十分的堅強 對方的投手的固分其實能力也都很好 我們希望我們的打擊能發揮 才能順利的獲取勝利 選手方面對這場可以成為中華技術國中 成功六年來最好的成績 這選手是非常有信心 當時就是打到PK的時候 對 就大家都很緊張 然後那時候又兩人出局了 然後換到自己打 然後心裡想著就是 一定要打回來 還滿期待的 怎麼說 因為希望就是有實力可以發展到知道 對於這次比賽當中 可以在遠藤賽當中來打敗 南部公隊美校中學 教練表示 這是全部選手用心的結果 所以對未來比賽是堅加有信心 當然小孩子在這場比賽 發揮了一個團隊的精神 勇不放棄的精神 才可以讓 將比數一直僵持到 延長僵局的一個比賽 最後 張敏龍的 40的一棒 將比數拉開 然後獲取最後的勝利 延長賽的心情大概是 希望選手能把握 延長賽在致命的一擊 讓對手一棒棒的將他擊採這樣 中華的思考中 棒球隊勝利到現在已經有兩年的時間 在勝利方面 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好 航空除了困難 發生的努力以外 竟然感謝熱心單位的登記贊助 全新聞王漢正中華報道